今天,特朗普发推木喷乐布朗詹姆斯很蠢,森林郎中风卡尔安东尼唐斯回复路喷,让我直说吧,密歇根的弗林特现在还有污水,而你却在担心一个,为家乡教育后代,做出好事。 这些人的一个采访,闭上你的X嘴巴,别再在推特上当键盘侠,而是用笔去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事吧,题材后卫布拉德利比尔也回复川普,我受购你了,活塞前锋安东尼托利福写道,真是个笑话,对于这个人一直以来愚蠢的言论我都没说过什么,但这次你恭喜我NBA的兄弟,我是不会忍受的,你真是丢死人。 黄蜂中风弗兰克卡明斯基写道,这是最2018的事了,拦网前锋贾里德达德利写道,这个总统该滚蛋,自由球员前锋多雷尔莱特,哇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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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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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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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